袁文哉族,施叠上回 上回就说到尹维俊要马商和他结婚 不过是假结婚,是来骗孙中山的 马商是老实人 敬不起尹维俊再深要求就答应了他 那天,孙中山要请一个俄国人吃饭 尹维俊和姑姐两个就去离江边去买新鲜的鱼 买了鱼回来 姑姐就和侄女一边走一边聊天 姑姐就问,喂,你最近经常都没有空你搞什么事 是不是你找到对象? 是啊,喂,我和你找到一个 王慧龙,你觉得怎么样? 他做我姑长都挺合适的 你真是乱来的 那天如果不是王慧龙说给我听,我还猛成成 你为什么这么认真呢? 姑姐,假的嘛 我都和马商王慧龙都说清楚的了 是骗孙中山的 哎呀,你这个人真是没脑的 孙夫人跟你说笑的,你当真的 你都不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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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如果真的结婚有头家 那拖�男戴女就更加累费了,那时候人想要你都不行 啊? 啊,那又是, 你老老实实对我说, 你喜欢不喜欢马商的? 我?我哪里会喜欢他? 那你真是太过分了, 你不喜欢别人,你认为别人做什么都行, 什么呢?我跟他说清楚是假的了, 尹瑞芝叹了口气, 唉,你这个人真是没谱的, 两个人拿着鱼, 就走了一阵, 来到路边,容氏脚底下, 尹瑞芝说,哎呀,先休息一下, 接着他问侄女, 喂,其实马商这个人很好, 你不如就嫁给他算了, 不,要嫁你嫁给他, 哎呀,我不嫁给别人,你知道的嘛, 我不能够生育的, 谁肯遇一个不能够生育的女人呢, 你就不同了嘛, 尹瑞芝有点心烦,哎呀, 不要说了,不要说这些嫁人的事了, 尹瑞芝忽然间想到, 喂, 你是不是还对个人, 有些不切实际的想法啊, 你乱说了,你乱说, 尹瑞芝口硬, 但是他那个样子就不骗得人了, 面色红当当, 顾着一眼就看穿, 哎呀, 你是不是让我说中了, 这些真是水中鲁月, 镜里汗花的东西, 我们是什么人啊, 你怎么会想到孙先生的, 哎呀, 你还是死了这条心酸啊, 姑姐, 我以前听说, 那个陈翠芬的事, 我还觉得多少希望, 后来见到宋兄灵, 我心都凉了, 我已经死了这条心的了, 我不愿意离开孙先生, 我只不过想天天见他而已, 我没有到任何其他的想法的了, 只要我天天能够见到他, 我就心满意足的了, 滚围准, 雙手掩着他面哭了上来, 姑姐抱着他, 跟着哭了一份, 姑姐就说了一句, 哎呀, 你这个痴心的傻妹仔啊, 叫我做姑姐的说什么好呢? 那时候呢, 孙中山是住在桂林独秀丰黄城那里, 退开窗口呢, 桂林独特的山水风景, 就展现在眼前的, 人就好像在画中生活一样, 现在孙中山要接待的客人是俄国人, 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 他呢, 是在共产党人张泰、雷培同下, 专程来到桂林会见孙中山的, 马林对桂林的山水真是赞叹到极, 哎呀, 我走遍东西半球, 从来未经过有感独特的地方, 桂林山水, 太迷人咯, 孙中山就说, 桂林山水夹天下马, 张泰雷立即就翻译给马林, 马林连讲了一句句, 对不对不对, 我赞成, 我赞成, 今天, 我能在中国最美丽的风景区, 回见中国最有威望的革命家, 孙中山先生, 我感觉十分荣幸, 十分荣幸, 孙中山说了一句, 多谢, 多谢, 尹维俊呢, 就拿了很多水果来惊客, 都是广西的土特产, 沙田油, 柳橙, 菠萝蜜, 向赵人心果, 孙中山呢, 就特别介绍, 这些菠萝蜜, 全部, 全部闻得上来一样, 不过吃得很好吃的, 你试试, 马林闻的话, 咳, 卖 strangers吃得, 哎呀, 好味道, 好味道, 赞不绝口, 他吃得最多, 单中山就问张泰雷, 你们共产国际 管不管得到中国共产党 马林就说 我们不是上下级关系 是协调关系 孙中山跟着说 你们有很多值得我们中国学习借鉴的地方 俄国革命 跟我们很相似 你们比我们更迟 但是 你们的成绩比中国大得多 马林就说 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剝削者 打倒资本家 孙先生 你们就只是共和而已 哦 那么中国和俄国并不一样 国情不同 孙中山跟着就说 他本来就想承认俄国 不过 就想等到夺取北京之后 再正式承认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要进行北伐 要打过长江 长江流域 是英国的势力范围 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跟俄国携手 英国人 就会成为我们前进的障碍 马林就说 好 两个人谈了很久 马林就对孙中山提了几点建议 第一 国民党应该进一步改造 要吸收更多的工龙进来 第二 是要创办军校 培养更多自己的军事人才 第三 请你们考虑 和今年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合作 孙中山想了一阵 我对第二条更感兴趣 你能不能够帮忙 说服苏俄的领导人帮助我 我想可以商量 以后我们就有机会多些接触 第二日 孙中山就以大元帅的名义 发布北伐令 并分两路进攻 不用十日 已经攻入湖南 正在形势大好情况下 陈滚明 在广九车站杀了邓康 孙中山也听到这个消息 十分震惊 就打算立即赶回广州人 来处理这件事 蒋介石呢 又刚刚收到孙中山的命令 在奉化就赶到来 见孙中山 四月二十二号那晚 蒋介石情绪激昂地对孙中山说 我过去都对先生说过的了 陈滚明心述不正 日后必反的 现在证明了 蒋介石呢 就主张暂时停止北伐 先去讨伐陈滚明 进攻惠州和石龙 要铲除陈滚明的制力 倒入他的老巢 解决北伐后顾之忧 但是孙中山是坚持 北伐是当务之急 不能够以私别用 蒋介石呢 又认为 陈滚明已经野心不露 作反的迹象很明显的了 现在就应该切了他的职 削了他的兵权 怎么能够更委派他当陆军总长呢 但是孙中山说 陈滚明过去立过好大功 所以不忍心做得过分 蒋介石就说 孙先生 你仁慈固然是美德 不过你屡次吃亏的了 怎么还不觉醒呢 但是孙中山坚持 等我明天回广州 见到他跟他谈过再算 又吩咐蒋介石 你还回去第二军当参谋长 不过这次蒋介石认为 孙中山不肯听自己的意见 他发疲了 不愿意来广州 一路之下 蒋介石就回回奉化乡下 那时候 廖仲海风尘瀑瀑 回到桂林 孙中山就问他 喂 筹钱筹得怎样 唉 找到三百万 孙中山就十分高兴 哎呀 你真是大功臣立大功 有这笔钱 孙中山就不回广州了 要去韶关来指挥北伐 孙中山就想将这三百万 用来整顿南下的北洋艦队 他想将这支艦队变成北伐的主力 廖仲海就劝他 你都说带领一些部队回广州 坐镇广州好啊 要不然现在广州后方出了事不得了的 孙中山呢 依然是坚持 陈炳明不会背叛我的 放心啦 孙中山在韶关呢 就住一座两层楼的小洋房那里 近着火车站 好吵杂的 宋庆龄呢 一整天在车站 指挥人将药品呢 就运去前线 孙中山就清瞻宋庆龄 给你红十字会功不可没啊 宋庆龄就说 雲家那两个姑娘啊 整天在那儿吵 我要上前线打仗啊 孙中山忽然笑了上来 哎呀 有件事啊真是奇怪了 雲家那两个姑娘啊 甲齐婶说要结婚啊 一个嫁给马湘啊 一个嫁给王慧龙啊 宋庆龄也叫了 哎呀糟了糟了 我一句说话 搞得他们误会了 什么话 你说什么话 你叫我 帮他们解决婚姻大事啊 我就客了一下韵为准 我说如果你们再不结婚呢 就不准你们留在这里了 哎呀 我找韵为准啊 他真是找马湘 两个人 假结婚 想拼你留他们在这里 孙中山听到敢说 忍不住哈哈大笑 那时候呢 参谋送来吉典 李烈军 许崇 朱培德 李福林 三位将军呢 已经攻下新城党义 现在向着吉安进攻 孙中山拍手叫好 好 好 立即和我传令家长 但是呢 跟着来报告的呢 就不是什么好消息了 有情报说 陈炯明呢 表面和孙先生电报往来 其实呢 他在维州 调兵遣将 会集在广州城 不可不防嘛 但是孙中山分析形势 他认为 自从直系军阀打败张作林的奉系 曹坤 吴佩夫 又搞政治阴谋 捧黎元洪出来当总统 实际上 就是等于宣布南方政府 和孙中山这边是偽政府而已 所以孙中山是强调 一定要宣布南方政府 继承法统的 一定要揭穿他们的阴谋 所以 必须坚持北伐 不能够将部队拉回广州 跟着情缠来报告 陈炯明有动静 他报下 整天都发牢骚 说要作反 广东后方可能出事 孙中山呢 还不当一回事 不会的 我一向以城代人 陈炯明不会害我的吧 宋庆明也劝他 大家都是这么说 你小心点好 孙中山突然问 蒋家石在哪里 他回去了奉化 为他母亲世世 搞一周年祭 唉 蒋家石这个人真是很有孝心 不过你要分一下什么时候 可以的 古语都说 忠孝不能两全 你给我发个电报给他 你说 阅政局危机 军事无人负责 千军一发 蓄来撞我 有船即来 宋庆明呢 就吩咐参军发电报 孙中山呢 虽然叫蒋家石来 也有很多人 通报陈炯明 作反的讯息 他自己有点猶疑的 但是呢 他始终就是不肯听人家的意见 最后呢 他还是相信 陈炯明呢 不会作反的 那么蒋家石呢 是当时 是唯一一个 看透陈炯明的人 一开始他就说 陈炯明这个人靠不住的 他收到孙中山的电报 在起程来广东之前 他突然打电报 被留守在广州的 湖汉民旺征卫 和在前方的许崇子 他要求他们呢 必须要巩固后方 再三强调 陈炯明作反的迹象呢 已经十分明显了 所以要求大家 作好准备 又要大家出面呢 去劝孙中山 要趁早 解决陈炯明的威胁 那时呢 陈炯明在家乡东莞住宅 举行半变前的军事会议 为了跟那些 户下打气呢 陈炯明就宣称 我们陈家军 在广东有五万五千人 算是用山呢 那些部队去了江西北伐 在月秀山的警卫团 人家博团得了五百人 好意对付他 杨昆宇就说 我们的队伍 已经在广州集结了 二架肉手最对的了 陈炯明一边 撥着那把大葵线 一边就说 谁带头 谁肉手先 谁立头功 业举几个正在猶疑 杨昆宇就站起身 我担后阵 有些人就不服气 就说 都说叶举兄好 那些部队在广州市嘛 他动手方便啊 有些人就说 那洪略师长都对嘛 杨昆宇就发火了 怎样怎样 你们看不起我 说我陆林出身是吧 陈炯明就喝了声 别吵了 什么陆林 陆林 洪林 都是好兄弟 杨昆宇打头阵 杨昆宇就说 打 这样啊 喂 要发多少响银 你帝兄才肯卖命的嘛 哪有响银法呢 好了好了 照以前的老规矩 照打广西的办法 放假三日 让他们抢到够了 好 这个办法呢 好极了 好过发银啊 陈炯明就说 陈炯明就说 先发的通电 叫过孙中山下野 先礼后兵 那时呢 仁师师师长洪少论就说 炮软总统府呢 好像不是很好啊 吓走孙中山就算了 杨昆宇就质问 喂喂喂 你胆怯啊 啊 业举呢 就阴阳怪气地说 红师长 你快要报答孙中山 救命之恩啊 陈炯明就问 什么话 你说什么话 二次革命的人啊 红师长留在香港 那个龙濟光出重想 做了他 是孙中山 使了万多人请 最好的律师帮他出庭辩户 出资救了他啊 红师长都说过的 他说我什么不知道 什么革命党啊 什么中华民国 我通通不懂 我只知道孙中山救命之恩啊 那现在红师长 你怎么忍心炮打孙中山的总统府啊 陈炯明就轮大双眼望着红少鱼 红少鱼有点惊 快点表白忠心 过去的旧账就不要提了 你如果信了过我 我打头正 陈炯明就做出决定了 好 大家分头做准备 红略做总指挥 十六号凌晨 三点钟 炮轰总统府 好了 陈炯明就真的动手了 孙中山能否逃过这一劫呢 欲知后事如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